Leo聊世紀 天天樂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 HERA對上三位平均一千家的玩家 這場比賽是高原地圖 之前HERA也在高原地圖挑戰了三位一千家的玩家 那場比賽很精彩 如果我有找到那部影片的話 會放在影片的結尾 大家如果對這種一對三的影片的話 一定要看到結尾的影片 會有這個連結可以繼續看這個EB3的影片 那這場比賽我覺得蠻特別的 這次HERA是選擇了高冕人 那跟之前的這個高原EB3的影片 有點相同類似 都是適合馬暴的文明 但是HERA這次選擇馬暴文明是高冕 是有這個經濟加持人 之前印象中他是選擇了保佳麗 那這次選擇了高冕 應該是有一系列的打法跟想法在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高冕這個文明 高冕的文明他有異次元農田特性 農田採收食物的時候不需要放到魔房裡面 或是城鎮中心 可以在農地裡立刻採集食物到你的資訊面表裡面 那高冕人他除了騎士路線跟肉馬路線比較厲害之外 他的大象也是移動速度最快的毛象夫 而且現在新版本 不管是波斯戰象還是毛象夫 都有抗招翔加2的效果 這個招翔時間又更長了 所以viper其實也可以考慮走這個毛象夫路線 移動速度快傷害又高 所以其實在把他當成騎士勇是可以考慮的 那高冕人他奴炮是比較吃香一點 這次大改版高冕可以說是名利雙收 奴炮有彈道學的加成 而且他的射程就是奴炮射程最為的文明 而且他的毛象夫又有抗招翔 不再大呼buff 所以高冕這個文明在這次改版裡面是相當舒服的一個選項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1000加戰隊這邊選擇的 靠這個真的是1000加阿 怎麼吃野豬-1了呢 這是一般的野豬阿 哇這個野豬居然吃到頭破血流 1000加戰隊正常發揮嗎 好那這邊是選擇了波西米亞 那波西米亞的特色是他的榴彈炮 跟槍兵的傷害特別痛 而且是這個槍兵戳馬的傷害特別高 後期在團戰的表現只要留彈炮 加上這個火槍加槍兵 基本上在團隊的幫助是非常大 基本上是無往不利啊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邊隊友 綠色玩家選擇了阿茲特克人 阿茲特克人的特色是他的生旅 每點一次科技的時候 生旅科技都可以獲得5滴血的血量加成 後期團戰的表現主要是打老鷹配生旅 還有再搭配這個投石車做為主力的 那現在阿茲特克雖然是血量100滴 但是並不像西班牙的傳教士 可以增加這個招強速度了 所以對像金瑞毛相夫的話 可能也是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招強到 但是白血生旅的效果可以讓他扛的傷害更久一些 所以也不好說 我個人認為阿茲特克還是蠻厲害的 並不是大家想說現在毛相夫改版了 生旅文明都沒救了 並不是這樣子 所以生旅還是可以考慮走一下 但是對於1000家的玩家來說 有沒有這個手術打出這個生旅戰 那就有點值得聲勢了 那這邊波西米亞怎麼直接把房子蓋過來了呢 這是什麼樣的想法 HERA現在還沒有看到 看到房子了 欸欸怎麼過來開稿了呢 好撤了撤了 大家聰明過來扁一下 好讓他一隻肉馬去追一下 三隻肉馬過來了 這邊有火戰船 這邊防守其實做得不錯 很早就安出一艘火戰船了 好那HERA這邊也是補了一個火戰船在這裡 不想要讓對手有個輕鬆為好實想的機會阿 那這邊是選擇了補魚開局 那經濟也算是會比較好的阿 好但是HERA這一把沒有像之前一樣存農喔 而是決定要往前壓制嗎 但其實這邊是過著去的欸 HERA其實可以不用理的 直接走過來就好 好安靜過來了還是打一下 洛馬流出來了 現在波西米亞被迫要把家裡給維持 哇尷尬了 波西米亞現在家裡要受到 受到洛馬的騷擾 趕快補個均勻防守 好但是他找的並不是波西米亞 而是內加的阿茲特克阿 好那這邊看一下HERA的騷擾能力如何 好看到我收村 槍兵過來防守 好工兵出不來 哇真的是一千家阿 打這個一對三的時候居然還走了工兵 想要前壓直接壓死HERA嗎 三家兵力往前壓確實是有機會 但是如果節奏一旦被帶走了 那就不好說了阿 這個節奏開始會變得很差 內加變成沒辦法出兵 外加的部分波西米亞在家裡瑟瑟發抖也不敢出兵了 現在兩家都被HERA的洛馬給震懾住 哇這裡村民又要在那邊抓了幾隻 吐了 剩下27村阿 現在村民最落後的就是阿茲特克阿 好家裡被洛馬 騷擾到生活無法治理 那現在來看一下內加的 外加的馬札爾 那馬札爾對上高冕石賀 也是需要靠這個異攻的攻擊力的優勢去打贏 這邊槍兵友來幫隊友人真好 但是看起來他的隊友依舊還是要爆炸 沒有為資源點 看起來有點像在打極限電腦 是我的錯覺 還是其實極限電腦防守的更好 好不確定 好洛馬被點掉了一隻 兩隻村民沒有跑也沒有為 直接上來又是一陣輸出砍掉 好拉走喔 還有這邊 城堡實在已經升級上去 這邊看起來馬札爾還是比較厲害的 那沒意外的話馬札爾應該是1195分的玩家 那其他兩家我記得是890分跟950分的樣子 平均加起來就是1000家 那看起來馬札爾這邊的實力是比較厲害一點的 沒意外的話他就是1195分的玩家了 好這邊槍兵已經升上去 哇這邊對力很好啊 看起來馬札爾是這邊全村的希望喔 好那柏西米亞這邊家裡槍兵有在暗 但封建時代很難擋得住輕騎兵的喔 好果然升級上去了 那現在輕騎兵的打法越來越常在天梯看到 而不是以前那種一上城堡就開始爆騎士的打法 現在輕騎兵打法出現率比以前多了很多了喔 好那暫時viper 不是viper hera沒有辦法 繼續抓到村民了嗎 繼續流進來 但是這一波幻視波西米亞出大事了 這裡怎麼有洞啊 你怎麼流進去的啊 哇靠我吐了 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一千架 哇靠這個視野 沒有去Double Check 有沒有洞 就天真的以為 我已經圍死了 但甚至上沒有圍死 這個洞一流進去 新手通常就炸裂了 好馬札爾人這邊是升重裝長槍兵 而不是走弱馬 這意味著 hera還有更多的主動熊 會繼續進攻 並且這個槍兵 叫最上還是有點困難的 一定要在支援點手珠帶兔喔 這個防守效果才會有 好 但hera真的很鬼啊 一次控兩邊的肉馬 還可以控的這麼好 又可以找到一隻村民 喔欸又戳到了一槍 這槍應該要直接吃了吧 OK 直接吃掉 好hera現在是肉馬Solo 3TC開農上去 現在村民處是53村 肉馬在家繼續繞 這裡又要在死村喔 哎呀阿姿 這看起來 偏沒救啊 這個支援點一定要圍一下 OK 這裡有個守株帶兔 但是村民又被圍死 吐了 然後上方的肉馬還在繞 槍兵依舊追不到 好 這邊繼續繞 終於知道要圍支援點了 但是這裡農地裡的村民又要被抓 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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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受 好 活不起來 好 現在馬ZaR人 雙TC農 現在 綠色玩家 開始想要跟HERA激烈溝通 打出了HERA兩個字 要怎麼激烈溝通呢 好 又不溝通了嗎 沒時間溝通 我是覺得不用溝通了 趕快 趕快打 趕快打 哇這裏Poshimia被抓了三村啊 這一坨洛瑪已經抓了十隻村民 Hera的洛瑪共的洛瑪真的不太一樣 終於知道要圍起來是不是 這個圍得不錯 但是還是溜過來沒有用 這一村又要被拿下2了 Poshimia打得非常炸裂 阿茲特克也是 基本上現在已經死兩家了 好這裏重裝長槍兵 眼睛點下來了 但是防守效果依然有限 這邊防守洛瑪 要不要轉個資源呢 轉個火槍 轉個化學 沒想法 槍兵戳到了 這邊洛瑪開始有點空不過來了 阿茲特克終於順利點下了城堡再升級上去 先轉了步兵的升級 Hera的洛瑪還在落 好海災了 終於流進來 用TC稍微解掉了 好槍兵一定要分批進場 不要全部都 喔 這一種戳道漂亮 Hera家裡 終於有點尷尬了 洛瑪馬終於失誤 三隻 全部的洛瑪都被收掉了 好現在 瑪扎的人 三隻 槍兵 瑪扎標騎兵 開始衝 從Hera家 果然讓這些洛瑪 操作有失誤到 了 果然進攻 就是最好的防守 這波防守 順利的解掉了洛瑪的問題 現在Hera要開始全力防守 標騎兵的 騷擾路線 但還好 家裡有騎士 應該是能守得住 殘血的騎士沒有拿下 有點小小的尷尬 這一波應該要囤個騎士 囤個三旅 補下血 瑪扎這邊打得很好 3TC繼續農 OK 現在 阿茲特克 跟波西米亞 經濟開始慢慢轉好啦 喔 這裡要抓到 Hera的村民了 漂亮 總殺 自由橘色玩家 瑪扎人 拿下 這個Hera的 第一隻村民 這裡 沒機會 左邊這個殺牢 好 賺到了很多村民 Viper 不是Viper Hera現在經濟炸裂了 但是還好 這裡高免可以堵進去 這些村民就安心了 雖然有洞 但有房子 就不用怕 我可以收村 好 Hera現在右邊也有 波西米亞的動作了 這裡趕快 拉過來 處理一下 這一波 洛瑪 應該是標騎兵喔 有點難打得贏了 現在 Hera有點難受 要是這根城堡能蓋起來 可以傷到Hera的經濟喔 Hera的經濟現在是102村 對上平居1000家戰隊 現在是135村 現在村民處是落後狀態的 但落後是正常 領先才是不正常 好 現在騎士加槍兵 防守一下蓋寶村民 這裡要硬蓋 槍兵趕快戳 村民繼續蓋 這裡應該是阻止不了 槍兵一直往這邊補 馬扎爾這一波打的是真的好 真的好 但是如果城堡可以再繼續往右蓋的話 會更好 馬扎爾人這邊石頭 是建議不要斷喔 繼續挖 繼續挖 這個城堡蓋完 才剛講完你就不挖啦 哎呀 開始灑農田了 看來 馬扎爾這邊想法 是沒有打算用城堡繼續壓制 而是要趕快升帝王 去跟Hera打帝王的對戰 看來是有意識到Hera已經升到帝王時代了 再繼續打城堡戰 會有點虧 Hera現在點下了彈道學跟二級射 可惜米亞槍兵直接被硬吃 吃光 這裡前置射箭場是 瞧不起世界冠軍是不是 是梁靜汝給他的勇氣嗎 梁靜汝有點過勞 一找給人家勇氣呢 這怎麼會這樣蓋呢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世紀帝國真的好難 好 現在Hera化學點下去了 好 後面槍兵十隻 在城堡裡面防守 但城堡已經有劇頭了 馬扎爾人 離帝王時代 還缺了600黃金 石頭賣掉 木材賣掉 可能也沒有辦法順利升級 經濟有點失調 1100分的玩家 經濟上的分配 還不是做得那麼好 可能會開農了 但是資源上的細節調整 還是可能有點比不上 這些頂階玩家們 畢竟這個差距還是有點大 那世紀帝國在 像是1200分 在1400分的分段時候 這個經濟調配 又顯得更重要 只要調配得好 這個能產出來的兵力 就跟不會調的玩家 兵力的數量 就會差很多 還有就科技上的 升級上 會差距蠻大的 好 那Hera這邊 開始轉肉碼的升級 決定使用大肉碼 開始去消耗三家兵力了 好 這一波沒有辦法 去往前推的感覺 後面再去補一下 來到了145寸 點下了精銳奴炮像 這個是什麼耍稿環解嗎 好 佛西米亞前置射箭場跟軍營 都沒有做到太多的意義 所以按出了戰毛兵 但是可能沒什麼效果就是了 槍兵趕快防守一下 過來擋 過來擋 只有幾隻槍兵 OK 成功擋住 好 現在阿茲特克還在拼經濟 這裡經濟有點糟 做了一些均勻防守 現在Hera 用肉碼溜了進來 第一時間沒有去找馬扎爾 馬扎爾 直接在Hera家裡 蓋起了TC 按出了槍兵 但是他轉出來的東西是 奴炮像 奴炮像 這一波老鷹直接被硬吃 大肉麻打老鷹相當舒服 起司多線過來了 槍兵攔截 喔 Hera有這邊細節往下控 但是還是被戳到了幾槍 Hera點下了三級射 增加一下城堡的射程 高免在後期的部分轉兵 後期就只有奴炮 像跟奴炮 可以作為後排主力了喔 東台是要靠洛馬路線去騷擾會比較好一點 好洛馬直接擊潰 這邊槍兵的防線 阿茲特克家裡有點BBQ 現在Hera點下了圍牆科技 好但右邊這裡 阿茲特克家裡防守 波西米亞在這邊也在防守 又補了一根城堡 那感覺現在阿茲特克在家裡補了一根城堡 應該就沒什麼防禦問題了 現在Hera家裡可能會比較難受 太多的槍兵啦 還是要直接轉奴炮呢 轉奴炮像的話 硬扛這些傷害有點痛 但是效果還不錯 血量多就是優勢 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但是奴炮像 血量超多 300SD 沒意外的話 奴炮像應該也有抗招響了吧 精銳版本 現在奴炮像 繼續往前 給壓力 這邊打巨型球C 要打一段時間 右邊巨型球C 架起來了 波西米亞正的城堡 正在爭取時間當中 馬薩爾這邊在噴兵 在聘燈了 似乎在叫隊友 趕快過來阿 奴炮像有點多阿 怎麼辦阿馬薩爾人 這邊繼續產槍兵 想要擋住 案子靠槍兵 真的是有點困難喔 好 但是只要能戳到 傷害就很不錯 好 這個城門已鎖定 所以槍兵進不去 左邊槍兵送完 才發現已鎖定 再把這個城門打開 要第一往前衝 這個第一 看一下這個串燒 HERA串得很好 哇 後面的弱馬 傷害 後面的弱馬 繼續騷擾 抓了非常多的村民 但是也被槍兵解決掉了 阿茲特克終於有了呼吸 看到你在我家農 我就來插一根寶 結果這些村民怎麼想來挖金晃 全部送光了 HERA在右邊的攻勢 也沒有停止 左右開攻 好 波西米亞跟阿茲特克 也終於等下了帝王時代 現在HERA 要打贏 應該是綽綽有餘了 現在已經把馬扎爾 壓到家裡這個地方 只要擊敗馬扎爾 基本上剩下兩家 應該也就要投降了 這兩家應該是有點難擋 好 結果這個毛 一路炮箱 直接被槍兵給戳爛 該把村民直接收村 不想給機會 炮箱一直溜進來 帶著巨型投資機 慢慢推進 好 這裡槍兵硬戳 巨型投資機 上面這台也可以拿下 好 戳掉了 好 現在電用時代 好一分鐘的時間 洛馬加奴炮箱 這個正面威力很強啊 馬扎爾人這裡沒有遊俠的話 應該是沒什麼機會 但是轉投石車囉 有觀念 這個馬扎爾人 有點想法 那確實奴 奴炮箱用投石車 是最好解的東西 當然就是生旅了吧 頭車砸奴炮箱的傷害是非常高的 因為奴炮箱它是有胡塞戰車裝甲的 所以砸一下下去會多加20滴血的傷害啊 所以砸一下我記得是70 40滴血左右 一發氣4滴 傷害是很痛的 好這個城堡蓋了92%還沒有蓋好 結果你怎麼是招落馬 還招到落馬去了 好阿茲德克這邊也抱了大量強兵防守肉馬 現在 Hera 要打贏應該是綽綽有餘 現在是三家進攻 好 波西米亞直接被衝進去 肉馬開始在戳了 這些村民 已經滅掉了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後面大補房子 開始往後搬家 這個感覺搬得有點熟練啊 欸總是補馬舟呢 補馬舟是不是更沒希望呢 波西米亞的馬並不是那麼的厲害喔 好投石車過來 有出投石車很不錯 但是沒有防漏馬的東西 槍兵家裡居然沒什麼 哇這一坨投石車被吃光後 應該是要吐了 馬大要被一波帶走了 好 沙里的軍營數量並不是那麼的多 被拆了光光 後面產能 繼續補嗎 現在只有四個軍營在出槍兵 好 波馬開始抓出名了 馬沙爾家 開始扛不住 海瑞瓦一挑三 這一把 要成功了嗎 最後希望 阿茲特克 長兵過來就 最後 波西米亞重新補下帝王時代 好 弩炮箱 有點打到退步成軍 不知道該怎麼撿 我也知道該怎麼撿的 就只有馬沙爾 但馬沙爾倒了 這一坨弩炮箱 應該就無敵了 好 這一坨 槍兵過來直接被串爛 完全沒戳到 死成一整排 OK AERA現在已經無雙了 想砍誰就砍誰 波西米亞也炸裂 家裡一片狼藉 好 到後方這邊繼續弄 弩炮箱跟肉馬已經溜過來了 好 這裡 鐘頭點下 唉唷 等到阿茲特克也知道 弩炮箱怕投石車 好進補下了 好 好現在奴炮上有27隻 走過來 開始串燒 OK 順利搞定這些村民 後面的肉馬 在砍TC 好現在6隻肉馬繼續輸出 好 好死隻肉馬 還在這邊了 現在馬剎已經是個死人 Hera對她的興趣也大幅降低 這邊直接用弩炮箱加肉馬手絲城堡 太坦了 弩炮箱 非常耐抗箭矢 她的遠方可是有7點跟尤俠一樣 但她血量比尤俠可是多了一倍阿 好 OK 這邊剖西米亞轉騎士 不有未來嗎 我們來看一下剖西米亞騎士 轉到直接蒸發 好痛 哇哇哇哇哇 弩炮箱有彈道雪阿 好準好準 欸 以前弩炮箱有彈道雪嗎 有點忘記了 該不會這次弩炮箱也自動獲得彈道雪的效果 欸不確定欸 以前根本沒有注意過弩炮箱也沒有彈道雪 難道現在弩炮箱有料了嗎 好像有一點喔 這種感覺嗎 好 弩炮箱 紅黃輸出 左車轉一下 手一直拍 有打出傷害來喔 有痛 但不多 雖然還不夠起來 這邊弩炮箱 開始在打這個木群是什麼意思 好 最後希望阿斯特克 還在狗 但聰明已經死光了 馬炸人點下重頭 他也沒放棄 這裡一坨香檳 從人家城堡下面走出來 有炮箱 那 大家過來吧 這裡已經沒東西了 好 現在所有的集點 設在阿斯特克家 阿斯特克還沒有放棄 肉馬繼續往裡面深追 還有一根城堡 有一根城堡 就不輕而易舉的放棄 但重點是馬炸的重頭呢 重頭 重頭升級好 沒有升重頭 剛看錯是不是 升級重頭 但是好像扛不住肉馬騷擾 兩台頭車又炸了 第三台也要被拿下 OK 現在頭車全拿下 Ara已經勝利再忘了 拉純過來解巨頭 拿下 沒想到這個巨頭被拿下來了 既然這頭弩炮箱 騎士遇到奴炮箱 真的是 也不太能打 最近還不是科技全滿的 好 這一波城堡 又要再來手撕 現在全家煞裂 這坨騎士要衝了嗎 重裝騎士了 衝了吧 再不衝 待會招頭也沒機會衝了 好 繼續穿 繼續穿 現在馬扎爾人 村民跑得出來 重裝騎士 動起來 沒打算動 手勢城堡 還在打 這三位玩家 真的是沒想上去的感覺 好 看到囉 重裝騎士 喔 這一波貼上 難道有機會了嗎 但沒有遊俠 沒有三防 這個串起來傷害有點高 死光 重裝騎士 果然沒料 好 PC全爆 阿茲的希望 已經沒了 好 若西米亞率先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HERA拿下 比賽的勝利 好 馬扎爾 最後還是沒有辦法 出完駝車 槍兵也戳不完 好 我們恭喜HERA 贏了這個比賽 那馬扎爾說 Again 再一把 那他們有再一把嗎 我印象中是沒有喔 好 那HERA這一把是很漂亮 使用肉碼加上武炮相 獲得了比賽勝利喔 好啦 那別忘記結尾影片喔 應該會有這個 HERA EB3的影片 喜歡看 喜歡看 EB3的觀眾喔 記得要看到結尾喔 好啦 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 掰掰